配合加工大果收购的政策 花莲农改厂两年前研发推动的文旦缴收技术 在今天也和瑞瑟香农会合作技术转移 打造全台湾首座加工设备及场域 每天大约能够处理4公吨的文旦加工 解决文旦又受洁气、气候等主客观因素影响下 造成农产产销压力的问题 花改厂从两年前研发推动文旦又缴收技术 现在建制量产加工技术与设备 今天的发表会上花改厂厂长杜丽华 与瑞瑟香农会理事长魏清禾 在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担任见证人之下 正式合作技术转移 那我们也把这个右手大拨指把证比出来 让我们再一次看一下正前方的镜头 1、2、3 为文旦又大果量身打造的悬果机 刮取精油机器、切果机等等 全程半自动化完成精油萃取、果肉分离等加工半成品 每套每天约能够处理四公顿 省时省工、卫生效率高 这台跟人工传统来比的话呢 我们刮取的精油油量会比人工多大概10%到15% 因为是说人工用压的它的白难会把水分跟油回吸 所以它没办法压榨得非常干 它的作业效率可以提升到10倍以上 我们这台可以一小时可以处理200公斤的文旦又 那传统的话就是一个小时只能处理15公斤左右 文旦又的加工设备、机器、技术转移 农会也将会另辟200坪的加工区 来满足加工业者的需求 花莲的民产办手里 那我们全部都用花莲的文旦又在做加工使用 那以前用人工土法链钢其实效率非常的慢 甚至品质也比较差 今天看了我们花莲农改厂 做了这些加工设备 其实非常的感动 对于我们业者来讲 我们就敢往前冲 因为以前会怕嘛 我们怕产量不稳定 品质不稳定 那我们做品牌 一定是等到所有的原物料稳定的时候 我们就敢全力的充斥 不管去做广告、做行销 或去开展店 所以我觉得太棒了 看到这些设备 让我们觉得花莲文旦的这一个产业 会有更多的无限可能 全台首作温蛋加工设施设备 今天由瑞瑞向农会首发启动 损失省工小铝高 能够提升温蛋加工产业的发展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也进一步表示 今年温蛋价格平易近人 产地价十台金庄 以品质售价450元到800元不等 记者是日蓝 瑞瑞采访报道